大家好,我們是大國複行中心義工 我是林慈偉 我是林慈榮 我是林慈美 我們很高興為大家匯報 由大國複行中心主辦 晚程關懷服務 其生命教育計劃 這個計劃是由2020年至2022年 剛剛是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是要做足這個防疫措施的 比如是搓手、探熱和素描安心出行碼等等 疫情期間,防疫一定要做到聚足 使義工在服務或者學習的時候 更加開心和放心 逆流而上,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多些關心長者 令到他們的晚程活得更好 講到逆流而上 剛好就是這次由李嘉誠基金會 在疫情之下關懷社區的主題 在我們匯報晚程關懷計劃之前 我們首先邀請大國複行中心的住持 全燈法師為我們做一個總結 非常感恩李嘉誠基金會的資助 讓大國複行中心在疫情 這麼反覆嚴峻的情況下 可以完成以人為本的五全關懷 完善硬體科技的設備 令到關懷服務 課程、會議等不止受阻 尤其初階、進階 兩個梯次的人力培訓 可以順利進行 擴大了我們團隊的規模 亦都可以傳授專業多元化的經驗及知識 中心由同院社加強協作 帶動長者在線上互動 另外都推動整個移工團隊 包括愛心大使、明心大使 獲行少年移工攜手去送贈 控疫物資及食物 給院社、社區長者及勞宿者 致力去踏到全人的照顧 去完成逆流以上的服務精神 對於晚情關衛服務其生命教育計劃 我用一句說話來總結 晚情關衛、愛心送戀 大國義工做得好 今次的計劃有兩個特點 其一就是以義工為導向 大力去發動大國防中心的義工 去參與成就晚情關衛服務 至今參與的義工 已經有多達三千七百人次 另一特點就是 就是貫徹佛教的智慧 去探討生老病死的議題 令到普羅大眾可以掌握 照顧自己、照顧身邊人的智慧和能力 讓他們的人生不留為憾 師父以前說過 一個臨終的病人 你能夠給他一些正確的知識 給他正能量 他將來一定去好的地方 我覺得我穿這件衣服 當然是跟他說念佛 那就教他了 一個臨終的病人都收到這個訊息 所以我肯定相信 念佛是可以幫到這些 認知障礙症的病人 起碼讓他可以淡淡他的情緒 頭腦放空 沒有什麼要想 將專注力放在鼻尖 本來其實的情緒感受 是一個風暴來的 當有一個風浪衝過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試探一下你的定力 你的堅毅的力 你的修行的力 所以我們平時 風浪來、風浪去 或者沒有風浪的時候 我們就要多些去練習 加強我們的耐心力 除了以義工為導向 加上佛教智慧之外 這次的計劃 另一個特點 是隨著逆流而上 全部院舍探訪都採用了實時的網上探訪 又或者是預先錄製探訪的活動 總之我們這班義工想盡辦法 都是想在疫情之下 仍然可以不間斷地做問候和探訪 我也很感恩有幸能夠參與其中 好 親不親啊 親嗎 親嗎 我覺得不太親啊 喜歡小孩子 親你不太親啊 好 親了 seperti 我 親自來到 親自是 親自說 親自不這樣 親自自己 親自她 親自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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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光临光临气 每天都愿意 视像探访其实都是很奇妙的 因为我们也是靠线上联系回到院舍 和义工他们的心会和我们一起玩 一起开心 一起聊天 来来在梅窝这么远 但我们在九龙湾和义工一起互动 看见义工的开心笑容已经融化了我们 疫情下 网上探访和互动很重要 但对于长者来说 义工亲自下车 面对面 实体的关怀和互动更有效果 我也有幸可以参与 就是大國風行中心 我們一班耳工就提早來 跟你們搬到張宇宙 那一班耳工就表演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聯夫妹 輕輕鬆鬆動過這個中午後 好 好 想 打 打 好 好 打 打 無欲濟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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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變 非禮 活 一 我是東華三月護旗簾掌 正在鄰舍中心的副帳尼姑娘 今天很開心得到大國的一班耳工 來到中心 搞了一個非常棒的活動給我們的老人家 而耳工去想一些活動 是很適合我們老人家參加的 這班耳工真的很有心 很專業 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做多些服務 幫助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 親自下區除了可以打破了疫情期間的隔膜 我們可以親自向長者虛寒問戀 關心一下他們日常的生活和他的健康 還可以親手送上福袋和祝福 大國的義工都很主動地下社區 我們的團隊包括有外心大使 青少年的國行少年 和視像義工明心大使 我們今天派毛家姐 這裡是通州計劃園 我們有很多物資 我們有炒麵 有水 有蛋糕 有金 有炒麵 有清紙 很感恩大家 我們出發了 泰風袋 好 好 有些人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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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很溫暖 好 很溫暖 有些人很難 他們說我心很溫暖 所以很感謝義工幫忙做探訪 可以探訪我們很多內遊記 帶了一些關心 關懷給你們 疫情之下其實內遊記也悶了很久 都很想見到外界的人士 所以義工來探訪是一件很好的奇蹟 可以带多一些资讯和资源给他们 市长有事失明之后 最要命的就是自卑、恐惠感 还有那个彷徨 被人帮、被人帮 越帮就觉得自己也没用 一个突破 不被人帮 出来社会做帮人的一份子 杨肖可以想到这个行为 就是市长、义工和社区独居长者 三方面同时得到利益 我叫他做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项目 市长义工明心大事的参与 激励了很多义工和街坊 我们很感恩他们 在探访期间 我们深深感受到社区长者需要很多的支援 其中最多人关心的是 如何去支援 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以及照顾他们的家人 因此 中心决定落区 举办社区的讲座和工作坊 我们还特别去到新界的上水 将军澳和清衣 向公众介绍 认知障碍症和相关的支援 我很有幸能够参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都会想知道 究竟认知障碍者人士的晚期照顾 无论是从护理上 或是从心心灵蛇上的不同的支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抑鬱症的人 是会有机会发展到 认知障碍症的 但不是全部的 其实大家要留意 什么时候会找医生签署相关的文件 让患者没有那么多痛苦 我们办了这么多关怀服务和活动 最重要的是义工要有爱心和能力 因此中心经常举办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 有初阶也有进阶的课程 以及定期的交流会 目的是使对义工能够掌握相关的知识 令到服务更加到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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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